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盲波 今天呀 我又把这个我149块钱买的小数位屏 就是招商银行牌的那个数位屏呢 又拿出来画画了 那这一次就厉害了 因为我把这个数位屏和我的苹果电脑呢连上了 之前只能在windows电脑上连 你知道 对于我来说 不管是使用习惯还是这个电脑的性能 你家里都是苹果电脑更棒一点 但是我之前一直连不上 我今天查了好久啊 我发现我缺了一个软件 叫Display Link 我不知道是不是怎么念啊 我字幕里已经打出来了 所以装了这个软件以后呢 它就能显示了 所以 有家里用苹果电脑的同学呢 如果你连不上 记得一定要下这个软件 使用习惯一字以后呢 特别是使用这个快捷键啊 就特别的舒服 所以我画起来呢 就更加的得心应手 说实话 这次我画画就感觉比上次要好太多了 就是不会有那么强的陌生感 我做的那个测评视频 我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 我画东西画得叶叶扭扭的 没有看过的同学呢 记得往后翻翻一翻 看一看啊 就是屏幕上这个视频 BZ有一个人私信我 他的名字叫Yoko Yota 好像日本名字啊 是英文拼的 他说他是一个工科硕士 然后想要学画画 并不想靠这行吃饭 然后就是想学 因为小时候不支持 所以现在长大了 想圆这个梦 然后他喜欢偏日系的插画 问我怎么开始 首先我对二次元是一窍不通 日系插画什么的 我也很欣赏 但是我不会画 你也看出来了 我没有画过这样的话 所以如果你询问我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 传统美术的一些东西 传统美术的话 无非就是素描 色彩 媒介的话就是铅笔啊 水粉啊 其实都是传统美术 画室里的那一套东西 只是我现在用 换成了电脑在画 只是工具不同而已 如果你是个小白的话 我建议画大量的速写 速写是真的有用 真的很棒 可以先不要画色彩 因为如果你连素描都不过关的话 你色彩是肯定画不好的 虽然说素描是单色的 然后没有什么色彩的变化在里面 但是画面的结构全靠素描在撑 就像那个雕塑 雕塑好不好 就是看你的素描工地 你想想看一个雕塑 你要是都不能把它雕成一个人形 你的颜色画的再好看 在这个人形上画的再漂亮 那也是个丑八怪啊 所以一个漂亮的色彩 去了颜色以后 去了黑白以后 它肯定是一个很棒的素描 秦始皇兵马俑本来是柴俑你知道吗 现在虽然失去了颜色 但是依旧很好看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胚子就做的特别的棒 我相信柴俑肯定更加的精美 但是如果这个胚子要是素的不好 鼻子大眼睛斜 你画的再漂亮的颜色有什么用呢 盖不住那个基础的薄弱 所以啊 多画素写 多画素描 不要以为这个不画颜色 就和色彩没关系 这是你能够随心所欲的去挥洒颜色的基础 所以你知道你画色彩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的畏首畏尾了吧 OK 一个画画小知识呢 又分享完毕 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用美用的画画知识呢 欢迎关注订阅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PS 我再感叹一下 这个小板子真的是好玩 目前是今年买的最好玩的一个东西 而且还很便宜 哎呀 走吧